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ite 我们社区是做全网KOL 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 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比特币的行情在白天一直震荡向下 在晚上的时候鬼老起床之后 一根针直接插到了36715 刚好插到了我们社区指标的看涨看跌分割线之上 随后过了三个小时 又一根针插到了36840附近 也是我们的看涨看跌分割线之上 然后就迅速的反弹 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37508 柳大说3800那个地方如果不能强势站上去的话 比特币接下来就会有三个顶 有非常强的回调需求 那就目前这种走势 接下来比特币会去往何方呢 是往上直接破钱高 还是回调之后再来破钱高呢 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他昨天下午三点半的时候说 周末的价格走势非常缓慢 但看涨CUD的横盘碾压正在上演 总的来说 我仍然看涨并预期会创出新高 我现在还没有做空交易 仍然做多 然后在昨晚10点半的时候 他说对我来说 现在任何下跌都是买入机会 直到我们达到更高的目标 好这是Daniel的观点 相当于昨天下跌之前 他都提示大家让大家逢低做多是吧 并且他对后面的走势是看涨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Daniel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菲罗 他昨晚11点钟的时候说 回踩了上涨之前的盘整区继续上涨 他画的那个盘整区对应的价格 差不多36500到36750 然后他接着说 我不倾向于在这里做空 我感觉上方平行顶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 早盘的向下插针 补了上涨的缺口 而且打掉了不少晚上车的多头 还算比较健康 如果你要做短线空 那么等5秒钟级别市场框架转变 或者最好有较大根的急切的下跌K线 也就是跌的流有真空的K线 然后再尝试 不要单看一个假突破就冲进去 ETH上方这些高点 可能都不是安全的空头止损位 大概率去打掉 他画的ETH上方的高点是2147 他认为那个地方也不太安全 反正提大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让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开空 然后在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 他说 所以小级别再插针一根 但小级别短线的话 可留意前面这些低点是否有效跌破 他画的低点对应的价格是37268 然后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 他接着说 波动大了起来 继续打空头止损 好 这是提阿非罗提大的观点 相当于昨天晚上那两根插针 都是来打多军的 比特币从昨天插针的最低点到最高点 上涨了2.7% 有接近1000点的波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Janson 他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说 你们好 TV正在进行黑色星期五促销 虽然我在拼写TV时 按了大写键而不是字母键 导致句子有些不全 但我不会修改它 因为我要强调它 TV图表在昨天开始三折售卖 减了70% 有的小伙伴直接买了两年 如果你正在交易的话 一定要快去抢购 谁有他说 此外 以下是我对BTC的关键水平和我的图表 阶层化的下方的支撑区间是 36,995到37,130 上方的压力区间是38,000到38,250 再下方的支撑区间是36,400到36,500 然后他给了一个短线的空单 就是让大家在38,024那个地方去开一个空单 止损的话放在38,468 最终紧费的话放在34,793 多单计划是让大家在36,803到37,100 144那个地方去开一个多单 最终紧费 放在38,181 第二个多单计划是让大家在36,206到36,500 那个区间去开一个多单 最终紧费的话放在38,442 然后他接着说 就如我们上周所怀疑的那样 618和786这对好姐妹都是很好的黄牛 不过我认为更高的可能性更大 我还是想冲高 相当于Jason同样更看多啊 他画的比特币这个震荡区间就是37,050到37,500 然后在昨晚10点钟的时候他说 今天的理想场景相当于他认为比特币会涨到37,500去 然后再下跌 下跌回36,600附近 然后再上涨是吧 昨天最低跌到了36,700 比他期望的点高100点 但是走势确实跟他说的一样 拉到了37,500 然后再下跌 很厉害吧 群体小伙伴纷跟Jason点牛逼哦 然后在昨晚11点钟的时候 他接着说 我们得到了纽约前高点的不太多只的CDW 现在本地的POC加GP加VL是我们的支撑位 我们需要寻找更高的低点 以冲击更强劲的阻力位 相当于的话 Jason认为比特币只有回调一波深蹲一下 接下来才有可能去跳得更高 往上涨的动力才会更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Jason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Lancelot 他今天凌晨3点半的时候说 希望大家周末过得愉快 市场只是盘整 但如果跌至50以下 仍对SOL感兴趣 相当于Lancelot之前让大家66局开空SOL 大家记得吗 SOL目前价格是55 已经快到Lancelot收的50点以下了 Lancelot真的报单不多 但是报出来的单子质量都非常高 随后他接着说 我喜欢ETH这个区间 我at你们让你们做了一个不错的多头 所以我会让他来处理这个问题 但我会留意是否有新的进场机会 好ETH就不多说了 Lancelot1520让大家开多ETH 1860又让大家开多 大家还记得吗 随后他说 比特币不断走高 却没有跌破任何低点 这让我开始认为 他只是离开了这些低点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这是Lancelot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 目前比特币的走势来看 低点是越来越高的 没有回调很多 整体的上升通道的结构并没有打破 就是不停的在上涨 不给韭菜中途上车的机会是吧 其实如果现在还没有上车的小伙伴 可以多注意一下 我们社区里面说的山寨币 比特币让你很难受 上不了车 山寨币还是有机会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Lancelot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刘玉东 他在今天上午10点半的时候说 股票7000女里 伊伟达和微软都创出了历史新高 正在奔向我给出的上涨目标位 他两个在问空头服不服 7000女占了股票市场总值的29% 占比创历史新高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跌到了上周给的监测点 好美元对人民币 现在已经跌到了7.1附近了 再跌的话就直接跌到6年几了 峰回路转是吧 上升结构都要跌破了 关键的多空分割线就在7.111附近 如果跌破这个点的话就一切千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最近的上涨远远落后于纳斯达克指数 从红点开始或是1的新的上涨 或者是2呈现的5到5的子浪 维持在绿色曲线35200以上不猜顶 如果跌破它则验证了12 即使是2也只是呈现的回测 通常回撤呈现的0.2到0.618 回撤结束以后还有下一次上涨 红色曲线38376很重要 刺破它可以否定G浪跌破15476的可能性了 好这是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它上面的话跟昨天的观点还是一样的 就是比特币如果在35200以上的话 大局势来看肯定还是上涨的 如果能刺破38376那个点的话 那就不存在G浪要跌回去的这种可能性了 15476那个地方是大家永远不可触及的点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风格 风格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说 现价371出50% 相当于他374那单赚了300点 随后他给了一个以太坊2004的空单 比特币374的空单 然后又跌回去 他又吃到了 跌了36900他让大家全出 回头又给多单 又出掉又给空单 风格昨晚牛逼了 那个上下插针的趋势 他就不停的在吃 虽然每一单只有几百点利润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抓的很准 随后他说 区间震荡很难抓趋势 短线为最佳 有利润就出局 当前价格正在测试下降趋势 如果上坡位 将可能再次测试前高 如果压制有效 空头目标位 观察收敛区间下边界 随后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 他说 浮营300点移动止损到开仓价 368附近出局70%移动止损 随后又给了一个以太坊的做空 然后又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做空 回头今早的时候 又给了一个B&B的短多建议 在今早11点钟的时候 他说止损就出 昨天B&B利多 但目前没有走出独立行情 而且一小时急涨急跌已经发生过了 那么再多空双爆的可能性就较低了 但目前来看没有按照预期发展 很多山寨币都没有办法从结构上去分析 所以尽量少参与 或不做 限价2010附近直接全出 作为短线处理 好 这是风哥昨天的爆单啊 我就想问小伙伴们 牛不牛逼 这样开单真的 多也开空也开 并且两头双吃 进场点和止损止盈把握的都还不错 足以体现风哥的技术了 比很多人确实都要强太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风哥的爆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止盈哥 止盈哥在今早9点半的时候说 有时火车会晚点 相当于之前他让大家买的BNB这个币 网上涨的利润已经到达了9.2% 大佬们关注的币都差不多 止盈哥好多天没爆单了 手上握着一堆山寨币 一直就拿着 没有让大家出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止盈哥的信号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链GG手VB 他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说 今天情绪偏空 目标37,000 本周情绪是多头 目标39,000 36,510是我今天的目标 但我会在结构突破后再确认 这就是我们明天再次做多的地方 周三将再次看涨 计划不变 其余时间看跌 或低位进场 本周可赚大钱 VV相当于认为明天就会大涨 今天还是看跌的 所以他说 比特币在35,666那个地方反弹 在37,50被拒绝 如果你留下一封推荐信 我将不胜感激 然后今天年轮3点钟的时候 他说 下一个机会 让我们在38,000点平仓 所有未平仓的多头 然后重新低开 许多分仓看起来过度扩张 在38,000 我们应该期待一个SFP 当他到达那里时 DYDX将下跌5%到7 削减那里平均值没有错 我是以10倍杠杆开仓的 我无法承受平均值 他最终将上涨 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在10倍杠杆下 这种偏差可能会带给我们压力 然后今天凌晨5点钟的时候 他接着说 只要比特币超过这个OB 38,000仍然有戏 如果跌破 则直接抛售至36,000 他画的OB范围 差不多36,800到37,700 VV认为 只要在这个OB范围之上的话 比特币接下来还是看涨的 如果跌下去了 那就要回调了 他是认为38,000 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高点了 可以把所有的多单 全部止盈平仓 回调之后再来接多 那庄家到底会不会回调 接大来上车呢 这个真的就不太确定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VV的意见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BTI 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多军的力量比空军要强 庄家跌回36,500 就会把这波开多的人全爆完 如果上涨了37,800 就会把这波开空的人全爆完 一直上涨了38,800 庄家都是有收益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多军的力量正在慢慢的积累 像这样积累一个星期 狗庄到时候不回调都不现实了 虽然这波多军很矮 但是他很粗是吧 过一个星期来看的话 他说不准是又长又粗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 每次刚刚大波动之后 以太坊的开单 就跟比特币是同步的 一旦到震荡后期 以太坊和比特币都倒过来了 那时候庄家就要出动作了 大家发现没有 庄家电回1960去 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如果上涨到2060去 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然后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根多单真长 并且颜色五花八门 从币安到OK 到bybit bitget全部都有 很平均 这根多单细细长长的 像细狗一样 主要就在地方差不多1900附近 然后以太坊 现在价格附近的量 不足以对目前的走势 造成影响 好 今天的我们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实时VIP爆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